皇帝大婚 我那时候也二十二十一了 二十一岁了 那个四方的头目人说 你愿意瞧瞧就瞧瞧去吧 你穿上袍子 穿上靴子 戴上帽子 还是冬天结婚的 我和你坐着风雨来了 进着东华门 进着天经门 我在天经门那儿快进门的时候 我看着风雨来了 我就跪下了 回那儿跪接嘛 接着旁边 旁边两个亲王 一边一个人护着脚干 我第一个亲亲王 李亲王 一边一个巴着脚干出来了 来到时候 到了这个 天经年啊 新结婚礼 新结婚礼 新王的结婚礼啊 这才到了 到了 昆天公 到那儿就是 到那儿就是 百万天的 到那儿就是 只是摸不成头面了 溥仪的婚礼是在民国十一年十二月初一举行的 娶了一后一妃 后来由于小朝廷经费的困难 不得不处处节省 洗班子取消了 大部分的太监都任其自行决定去留 孙耀廷改派给溥仪的皇后婉容 从此之后 她成了溥仪夫妇的贴身太监 不得不得不得了 唯一小的情形 她又就是 吃喝玩乐嘛 有人做这 又打总啊 中国 中国人 她也不能 特别了 嗯 她的脾气 脾气 请报 不报纸一会就完了 还要是高兴了 什么都很不高兴了 就不好做 民国十三年 溥仪被逐出紫金城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之后 在清华日军的策划下 到了东北 当上魏满洲国的皇帝 年号康德 皇宫就在长春 这段时间 孙耀廷一直是伺候宛容皇后的太监 身受溥仪夫妇的器重 但最后呢 还是被逐出宫 我回来之后啊 我是冰家回来的 我在那儿做了肝营变 我也不知道肝营变叫什么 然后叫日本人呢 检查的 日本人说肝营变 回去赶紧的隔离 我又有这儿就上个我家 回北京来治疗了 原来的时候 还给了500块钱 500块钱在北京治病 然后500块钱 中国联合准备啊 那个之前 那我还能买 买每个免贩 买110点免贩 是这样 那出宫以后都干些什么 出宫以后啊 就过流浪生活 这儿再一年 那儿再晚了 就在各庙都住了 有点事呢 做点事 没点事呢 就在庙住了 孙耀廷和大多数太监一样 出宫以后生活凄凉 他没有家 没有后代 也没有一级之长 在文革期间 他受过批斗 任人嘲笑欺凌 三餐不济 最近几年呢 因为一部电影末代皇帝 又使他成了热门人物 虽然仍然住在佛寺里头 但待遇已经比以前好多了 只是健康情况呢 可不太好 那么现在谁照顾你呢 现在谁 由谁来照顾你 这不政府派人吗 我说要不是政府 找死了 找死了 政府 说什么金枝玉叶 龙与凤 到什么富贵风流 帝王家 到头来只落得 红尘梦醒 云霄赛 万年吉祥 终虚化 虽要庭坎一生 孤苦无依 光耀门庭的美梦 早已成功 而今由政府安排 寄居佛寺 常伴清灯 再修来世 宦官将在他百年之后 永远成为历史名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